除了在都会区炒房炒地之外 农地也出现了炒作的现象 宜兰县最近几年有不少的农地投机客 透过原地主新建迷你农舍之后 在过户用改良农舍的名义来扩建 企图规避农舍新建的法律规定 所以为了赫止这样的怪现象 宜兰县政府将开征全国首创的 迷你农舍景观维护的特别水 整片农地上盖了好几座水泥小屋 走近一看还有门牌 这就是宜兰县近几年 如雨后春水般出现的迷你农舍 当地人叫它高朗 这是由于民国89年农业发展条例修正后规定 新建农舍要有至少750平的土地 而且要登记满两年后才能新建 完工后五年才可移转产权 但如果在修法前就持有土地 则不受任何限制 于是有不少人找老农买地 并该了像这样的迷你农舍后 才移转产权 再向政府申请改良农舍 扩建成豪华农舍 就不会受到相关法令 对农舍新建的限制 但现在宜兰县政府决定要祭出 迷你农舍警官维护特别税 遏止这股农地炒作歪风 因为这些外地人要来享受 宜兰的农村的环境 盖农村的住宅 我们希望能够比照吉村农舍 来给予客余每户 四万块的契税的这样一个标准 对于这些利用人头来炒作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来特别予以追查 这项全国首创的迷你农舍警官维护特别税 只要未来在宜兰县议会通过就能正式实施 如果要课证这个税的话 它基本上它要拟定一个叫做地方税课的资质条例 这个自治条例要经过县议会删毒通过之后 要报财政部被查 宜兰县长林从前也表示 在国道五号通车后 宜兰县境内具有蓄洪效果的水田 少了至少四百公顷 也让宜兰最近饱受水灾之火 这次宜兰县开征迷你农舍警官维护特别税 不但要压制土地炒作 也要展现县政府全面治水的决心 记者张志雄 张国良 宜兰报道